字幕作词 李宗盛 好奇啦, 录音键又说着了on air 你好好, 大家好, 今次我没了一件装 那, 死下来到YouTube啦 他又是afk啦, 又人不理我啦 那我们今天就来做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server呢 我发现这个server开始比较古怪啦 今次我们就来了一个大update啦 我们就要玩这个CSGO, FPS, 还是GTA呢 全部都下载不了的, 因为它们太大的功率啦 我的电脑虽然它那个运算性能很厉害 但它的记忆储存性能也是会烧毁的 那我们今天呢, 暂时我又弄了三个武器出来 其他本来也有内置一点, 但是也知道 不知道的, 它也不update 我那个作者都这么坏的战人 那它就应该update去1.11的嘛 如果不是的话, 它的声音是不对的 所以其他那些都没了声啦 那我暂时弄了三个奇怪的东西 首先, 第一个比较正常一点, 其他都不正常的 例如, 这个C4都比较正常一点 不过这个我完全自制的 咦, 为什么它没有弹药呢? 奇怪 不知道, 可能是坏的 所以我就说有点不正常 我自己弄的东西就很不正常 但人家弄的东西就很正常 可能我真的不应该自己弄 可能真的我有问题 我的脑子开始有点傻傻的 那我们开始来介绍了 那我先讲一下, 由于啦 它们的物品的简介 我还没弄下, 你们就不要追求完美 对啦 首先大家知道比较正常一点的东西 对啦 那我先讲一下, 怎么拿到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应该会在今晚 在商场里弄过武器商店 弄过一次美国 到处可以买到武器 接着呢, 会不会有白人警察 杀黑人案的? 会不会这样的? 可能很危险的 会不会有白人杀白人 这样大乱斗 不要讲一些政治的东西 这支是AK47 可能你们可以自己画个材质包 又或者将自己弄个材质包 给你们单来用的 那我们现在先讲 这支是烈焰缸 但这支是AK47 这支是AK47 AFK会很简 看到它会有一些啪啪啪的声 我这次特意教练了BGM的声 和音效都较大了 这次是否再大一点呢 那些声音很帅 BGM的声音 对了, 让我讲一讲 其实那支声音 是你普通玩家被打了 不过将它调高10个音度 所以它又觉得好像真的是枪声来的 本身是Minecraft本身的Lockback声 对了 真的这么神奇 我们现在来看 不要看子弹 大概3-4下就死了 而且这个东西是很OP的 你落了之后就会 因为它是没有耐狗 再加上它是不会要吃你子弹的 这支枪是真的超OP 我相信说 是OP到一个极点 所以我想我想 可能真的要认真考虑一下 價格 可能1000-2000左右 它说可以放进去其他Crafting Recipes 那些插件用 我不可以 可能又是版本不兼用 那些东西 我们就不如 然後還有一個 嘩好舒服 連小小女兒也殺了 真棒 完全是一個樂士 這段影片很開心 第二件事要教 還是比較正常 不要教一些不正常的東西 這樣就是 C4 不是C4 很難讀 C4 這個 C4 這樣就是 掉機 他會把人頭弄出來 不過我會說他有問題 不要理他 你看到人頭很正常 你就以為是普通的Stift頭 但其實這個更厲害 他在搖他控制 然後我左腳 然後爆炸 由於是那些只是傷人 不會破壞方法 所以我都覺得這個C4 也蠻好用的 又不會炸爛東西 給你看看都很有趣的東西 你看到死人頭 我按按鈕 看不見到 你們看不見到 剛剛那一秒 我想說 超可愛的 好可愛 他變了 那些傻子頭 好像我這樣的頭 我在拍片 我在介紹這些武器 怎麼用 我不引爆他 怎麼介紹 我要介紹這些武器 怎麼用 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就來試試 例如 我看到死人 然後 按鈕 按鈕 一個都沒有關 一個都沒有剩 一個都沒有剩 真的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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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是不正常的 是出現了一點 不理他 就叫做 Magic Bone Magic Bone 即是有魔法的骨頭 不是普通的骨頭 那個 Reload 可能我的 Reload 有問題 對 剛好 然後 Left Kick 這兩個都是要 Right Kick 然後 C4引爆它 就按Left Kick 這樣 AK47 就更簡單 按Right Kick 就行了 而這個是按Left Kick 跟其他不同 這樣 對了 你要用這個武器的時候 不要碰到實體 碰到實體的話 它就會普通骨頭 都可以的 對 都可以的 對了 所有武器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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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幫它 Reload Reload 就不需要任何資源 真是超棒 這隻武器 真是完全不費錢 真的對不起自己 按鈕 按鈕 就會Reload 所有的武器都是這樣 然後 Magic Bone 就是Lap Kick Lap Kick Yeah 還有 很棒 他一Reload 那把聲音很尖 我相信我 好 接著我們就要做一件事 拿回我的裝 先 拿個金蘋果 大家可能都猜到我要做什麼 我又拿 每次有新武器都是去地獄打 對 我發現一件事 你們千萬不要用 你們就不要用這些武器去打中介龍 我發現他就傷不了中介龍 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不斷斷斷斷了 不知道 有些可能因為中介龍 他改了一些ID的東西 他又兼用不了 我的水晶看在哪裡 在這裡 開了 嗯 整個頭盔 又要威 又要戴頭盔 有這些人 然後那個裝就這樣 好 這些不要 OK 然後大 大 然後還要搶一條 好了 我們待會就會在地獄出現 好了 好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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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說這麼快就已經來到這個地獄了 看來我們是時候要 要 搶一隻恐怖的東西出來 呃 Wi-T-H-E-R Bump Bump 夾 ąż 惹 製製 那隻ベ 有 Assist 不要就是 唱歌 iously 造型 藉直接 打風 無敗 Bump 蛏 開 你 好恐怖 'T 哇!有毒蛇!有毒蛇! 揹了毒蛇! 嘩!真的有毒蛇! 所以我真的很考虑 它應該比陸寶石貴 我上次說應該要貴 好奇了! 真的想不到 想不到不用一分鐘可以打完 我看著那個時間鏡 它說一分鐘也不用 我已經打死了那隻雞 我想直接不用50秒 有了這些真的超級 OP 不過我也要考慮一下 會不會把性能調低一點 可能調高1至2個的傷害 因為它真的太 OP 尤其是魔法棒 魔法棒是很厲害的 它看不到效果但其實很厲害 就是模型當中的攻擊 你死了也不知道什麼 被魔法棒棒殺了 這個AK也很厲害 還有C4也很高 咦?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C4呢? 不能露出C4的 C4不同 咦? C4壞了 我知道C4有一點點問題 不要管 今集應該到此為止 希望你們喜歡看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訂閱 還有按讚 還有按讚 今集到此為止 各位再見 拜拜 拜拜 最後再放2個 先把C4拿出來 BOOM 拜拜 各位再見 再見 再見 再見